修复心灵的漏洞,安装爱的补丁,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这天,我妈喊我回家一趟,想想最近我一直沉浸在自己即将结婚的喜悦里, 对父母的关心确实比以前少了很多,我心里生出了一丝愧疚感。 回到家,我妈开心地拉着我坐下, 我爸不知道从哪拿出一本红本子和一本绿本子放在我面前。 姚姚,这个是爸爸妈妈送你的结婚礼物,你看看喜不喜欢。 我妈笑得眉眼弯弯的,用眼神示意让我拿起那两个本本看, 我拿起桌上的红本子打开看,那是一套位于玉衡华府的房子, 玉衡华府的房价最便宜都要两万一方, 这房子面积就有一百四十平方。 我倒吸一口气,又拿起那绿本子,那是一辆沃尔沃C60, 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绝对超出了三百万。 我爸妈虽然经营着一家药材批发店, 但我们家实在是算不上富裕,只能说中等。 他们这一下子就拿出几百万来,我心里不免担心他们是不是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拿出来给我了。 爸妈,这些我不能要,我把两个本子塞到我妈手里,房子和车子我和陈琳以后可以自己买, 这些你们自己留着就行。 我妈欣慰地笑了笑,摇摇,爸爸妈妈留有养老钱, 你不用担心,这些是我们对你的爱,你必须要收下。 而且,这不仅仅只有你有,你哥也有,被我妈这样一说。 我觉得自己好像对家里的经济情况一点都不了解。 晚上,我跟陈琳提起房子的事,他一听,直接言辞拒绝,摇摇, 虽然这是叔叔阿姨的心意,但是我们不能收。 我保证,五年内一定让你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我就知道他会这样说,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有上进心的人。 我把头放在他的胸口,抱住他,嗯,我当时就已经拒绝我爸妈了。 你放心,至于房子,我可以陪你一起努力,陈琳摸了摸我的脑袋。 悠悠道,摇摇,这五年要你陪我租房住,委屈你了,就是万一, 我看他欲言又止,抬头关心地问他,怎么了? 我是怕,万一我们将来生孩子,我又不是这里的户口。 到时我们的孩子上学怎么办? 我是城市户口,但陈琳是农村户口,如果我们有了孩子的话, 我是绝对不可能让我的小孩回农村上学的。 摇摇,你看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能不能让我先把户口牵过来, 牵户口,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怎么牵呢?他露出为难的表情,我现在已经买够了五年的社保, 只要我有房子的话,就能顺利把户口牵过来。 你是想让我把你的名字夹到我爸给我买的那套房子上, 看我脸色有点不好,他赶紧开口安抚我。 摇摇,只要我把户口顺利牵过来,我们马上就把房子还回去, 我们就暂时借来用用。 你看行吗?陈琳说得很真诚,我有些犹豫了, 毕竟以我们现在的能力,买房是不可能的。 那,我问问我爸。 我试探地问他,陈琳先是一愣,随后眉眼舒展开来, 温柔的脸上亲了一口,摇摇,你能这样为了我们的未来着想? 我真的很开心,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 绝对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看到他同意,我还是有点失望, 因为我心里是希望他能拒绝我的, 但很快,这失望就被我们孩子的未来给淹没了。 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孩子, 想到自己才跟父母说了不要房子, 所以我打算等过段时间再去问。 没过几天,我那未来的婆婆何荣从乡下来了, 我一下班就看到何荣做好了满满的一桌好吃的饭菜等我, 看见我比何林婉回来半个小时, 他埋怨地责怪何林。 林玲,我不是让你买辆车吗? 你偏不买。 你看,摇摇现在每天要挤一个小时的地铁才到家, 多累啊! 听到未来婆婆因为心疼我骂自己的儿子, 我觉得心里暖暖的。 阿姨,您别骂她了, 是我让她别买的, 我们还要存钱买房呢? 车子买不买都无所谓, 何荣心疼地拉着我的手。 哎,还是摇摇懂事, 我们林玲这辈子能娶到你, 绝对是她最幸运的事。 我们村里那些跟林玲童年出来工作的, 别看他们都开着车风风光光地回村, 其实他们的工作还没有我们林玲好呢, 不过我们林玲也是懂事, 就算被他们笑工作了那么久, 连车都没有, 她也没生气, 何荣说着说着, 眼眶都开始泛红了, 原来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陈林居然被人这么欺负, 我心里又心疼, 又气愤, 妈, 别说了, 虽然我没有车, 但是摇摇有就行。 陈林抽了张纸巾递给何荣, 看似随口道, 何荣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地望着我, 摇摇, 你有车, 面对这样一个善良的老人, 我实在是不忍心让她失望, 只能点头, 看到我承认后, 她转身激动地拉着陈林的手, 林玲, 我们家终于也有车了, 我们再也不是村里唯一没有车的家了, 看着她笑得这么开心, 我心里净生出了, 要问我爸把车拿过来开的想法, 吃饭的期间, 何荣一直给我夹菜, 像是怕我吃不饱一样, 我只顾着吃饭, 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又把话题聊到了我爸给我买的房子上, 摇摇, 你放心, 只要你现在帮林玲把户口牵过来, 以后你们在这里买了房子, 我就回老家去, 让你们小两口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 何荣说这话时, 那眉眼弯得都快看不到眼睛了, 我不明所以地抬头望着他们, 看见陈林对我眨眨眼, 我赶紧点头附和, 阿姨, 您以后就跟我们一起住, 我们都要结婚了, 我帮阿林不就是帮我自己吗? 听见我这样说, 何荣满意地频频点头, 后面她一整晚都在夸我, 搞得我听得都有点疲劳了, 不过她那句, 我以后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城市人, 这话还真的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我已经把家陈林名字的事提上了日程, 这天, 我突然来月经, 肚子痛得受不了, 跟公司请了半天假, 回到家里, 我忍着痛拿钥匙开门, 突然听到屋内传来何荣和另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何荣语气温和地安抚着女人, 珍珍啊, 你再忍忍, 等过段时间, 我们就把你和小超接过来, 女人语气明显有些不悦, 提高了音量, 等什么等, 我都等那么久了, 我怕何荣被人欺负了去, 赶紧开门进去, 毕竟她说过, 因为陈林的老爸很早就去世了, 所以村里的人经常欺负他们家, 我开门的声音惊动了里面的两人, 两人同时看向我, 我赶紧走过去挡在何荣面前, 根本没注意到, 何荣脸上那慌乱的表情, 你是谁, 在我家干嘛, 女人紧皱着眉头, 眼睛悠悠地瞥了眼我身后的何荣, 何荣把我拉开, 开口解释, 哎呦, 姚姚, 没事, 这是林林的堂妹, 今天特地从老家那边过来看我的, 我怀疑地打亮着眼前的女人, 虽然她只是穿着一条去年烂大街的绣花长裙, 但盛在那张脸白皙干净, 看着倒是有几分惹人怜爱的, 看我没有说话, 何荣又接着说道, 小小, 这是你堂哥的未来的老婆, 快喊嫂子, 杨小小似有似无地瞥了我眼后, 淡淡地喊道, 嫂子, 我点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了, 我不喜欢她, 这是我第一次对一个陌生人有这种感觉, 那是一种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很反感的感觉, 晚上, 陈琳和何荣带着杨小小一起出去吃饭, 我因为身体原因, 没有一起去, 他们去之前, 何荣特地给我弄了红糖浆水和煮了碗面吃, 往后几天, 杨小小总是三天两头出现在我家, 何荣说她准备在这边找工作, 所以拜托陈琳帮忙找, 碍于她是陈琳的堂妹, 我就算是不喜欢她, 也忍着没说什么, 本来以为等她找到工作后, 稳定了就不用再经常跟她打照面了, 没想到, 是我想错了, 周六, 我打算今天回家跟我爸提房子的事, 所以我一早就特地去附近的商场打算点我爸喜欢的茶, 结果却在商场看到陈琳跟她那个堂妹带着一个孩子在吃麦当劳, 虽然我跟陈琳说过不用她陪我一起回家, 但是看到她陪其他女人, 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开心, 阿琳, 我还是没忍住走了过去, 看见我的那一刻, 陈琳眼底的慌乱和紧张, 我尽收眼底, 特别是她那身体微微一侧, 想要挡住身旁小男孩的动作让我很是在意, 瑶瑶,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没有看她, 反而打量起杨小小来, 杨小小感觉到我的视线, 直接抬起头和我对视, 那微微翘起的嘴角, 有几分得意的意味, 我心里有些烦躁, 但又不好发作, 只能闷闷地说, 我来给我爸买点东西, 陈琳一听, 我是来给我爸买东西, 立马殷勤地起身, 那我陪你一起去买吧, 然后拉着我就想要离开, 小超, 快跟叔叔再见, 身后传来杨小小带着笑意的声音, 陈琳的身体一僵, 身后又传来一个软糯糯的声音, 叔叔再见, 我转头看着那个不到一米高的孩子, 他的眉眼跟陈琳像极了, 走出麦当劳后, 陈琳整个人明显都放松下来, 没有了刚才的紧张, 他自然地牵起我的手, 主动交代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摇摇, 妈说小小他们刚来, 对这里不熟悉, 所以就让我带他们出来熟悉熟悉, 以前不管他说什么, 我都会毫不犹豫相信他, 可是现在, 那个孩子的眉眼和杨小小那得意的眼神, 都让我怀疑, 眼前这个即将陪伴我一生的男人, 真的值得信任吗? 尽管陈琳再次提出要陪我一起回家, 但我还是选择自己一个人回家, 只是回家后, 我并没有跟我爸妈提房子的事, 因为我有些事想要自己一个人想清楚, 所以这天, 我没有回我跟陈琳租的房子住, 陈琳只以为是我爸妈要留我, 也没有问什么, 第二天快三点的时候, 我才回了租的房子, 何荣和陈琳意外的都没有在家,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去房间睡一会, 看见床单和被罩都换了新的, 这要是换座以前我并不会在意, 可是自从杨小小出现后, 我总觉得自己老是疑神疑鬼的, 我在床上翻找着, 直到把所有的床单被子全部都翻了个遍, 终于让我在床垫的和床的缝隙中找到了一根棕色的长发, 一个想法在我脑中一闪而过, 昨晚, 杨小小跟陈琳在这里睡了, 顿时, 我只觉得荒唐, 他们可是堂兄妹, 怎么可能, 虽然荒唐, 但这个想法一直在我的脑中无法消除, 这天以后, 我刻意避免跟陈琳有亲密接触, 我对哪方面的事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兴趣, 以前只不过是不想扰了她的兴致才一直配合着, 现在, 我只觉得她很脏, 我的心里已经认定她出轨了, 到了周末, 我提前在客厅和房间里放好了录音笔和装了微型摄像机后, 就跟陈琳说我这两天要回家跟我爸谈谈房子的事不回来了, 只要一提到房子, 她就不会对我说的话有任何的怀疑, 果然, 当晚, 杨小小带着她的儿子来了, 何荣因为回老家吃酒席, 已经离开了好几天, 现在那里就只有陈琳和杨小小他们三人, 看着他们那一家三口温馨的模样, 我脑子直接猛了, 吃完饭后, 陈琳好像有点急不可耐, 也不管一旁看电视的孩子, 开始对杨小小动手动脚起来, 杨小小被她摸的脸上泛起了红韵, 呼吸的起伏也加快了不少, 然后, 两人不知道对孩子说了什么, 丢下孩子就进了房间, 看着视频里干柴烈火的两人, 我的猜想在这一刻终于被证实了, 一股极致的愤怒充斥着我的胸口,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我精心挑选的结婚对象居然是这样一个恶心至极的渣男, 两人翻云覆雨了好几次后, 终于停了下来, 陈小小一脸满足地靠在陈林的胸口,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但从他们脸上的笑容来猜, 他们现在聊得应该跟我有关, 我一整晚都没睡, 脑子里想着要怎么报复这对狗男女, 第二天我看到他们出去后, 就偷偷回了出租屋, 我把录音笔和录像全都拿了出来, 这可是我报复他们最重要的证据, 回到家后, 我马上回房间, 想要听听陈小小昨晚到底跟陈林说了什么, 我打开录音笔, 快禁掉那对肩夫淫妇淫荡的声音, 终于找到了两人谈话的那段内容, 陈小小用带着撒娇的语气埋怨道, 亲爱的, 我们一家三口, 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生活在一起啊, 儿子可是马上就要上学了, 陈林轻笑, 安抚他, 宝贝, 你再等等, 只要他把我的名字加上去, 到时把户口往这里一转, 我们儿子就是城市户口了, 而且他家挺有钱的, 结婚的时候他父母肯定还会给他一些钱, 到时我们离婚还能分他一笔钱, 这样不好吗? 陈小小那得意的嘲笑声很是刺耳, 这女人还真的是蠢, 居然以为你是真心爱她的, 陈林也跟着笑了起来, 她也就光长脸了, 没长脑子, 我不过是关心了她几次, 她就自己贴上来了, 陈林的话让我直接掉进了冰窟, 气得我浑身发颤, 我跟她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 那时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当实习生, 每天没完没了的加班, 让我很是焦虑烦躁, 当时的我甚至还出现了失眠的症状, 陈林长得好看, 丝丝纹纹的, 人也很有礼貌, 看见我状态不对, 她一直陪我聊天, 后来我把自己的烦恼都告诉了她, 她也是过来人, 知道这种辛苦, 我的吐槽第一次得到了别人的认可, 我就像是遇到了自己的人生知己一样, 激动得不行, 后来我们大概聊了两个多月后, 她就跟我告白了, 那时的她对我真的很好, 好到让我产生了想要跟她共度余生的想法, 现在想想, 觉得还真的挺可笑, 婚礼还剩两个月, 我决定要好好地报复她们,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爸妈, 我爸知道后, 气得拿起桌上的茶宠, 就要去找陈林算账, 还好我妈拉住了她, 瑶瑶, 你想怎么做? 我妈表面看着很平静, 但那眼睛里的心疼和担忧出卖了她, 妈, 我想让你们配合我演艺出戏, 我把我的计划一一跟他们说了一遍, 最后他们让我再三保证, 不会让自己受伤后, 我的计划正式开始实行, 我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回到了出租屋, 何荣也回来了, 当晚我让陈林把陈晓晓也喊过来吃饭, 陈晓晓也住在我们这个小区, 听到我这样说, 陈林有些犹豫了, 何荣已经快一个星期, 没有见到自己的孙子了, 心里想得很, 想都没想, 直接催促陈林去打电话, 没多久, 陈晓晓带着她跟陈林的孩子来了, 小超快过来, 奶奶做了你喜欢吃的鸡翅, 对于何荣的表现, 我假装不在意, 但陈林却是肉眼可见的紧张, 她慌乱地躲开我的视线, 摇摇, 别乱说话, 小超她长得跟她父亲一模一样, 哪里是像我, 你这话小小听了, 肯定要不高兴了, 说完还用眼角瞥了眼对面的陈小小, 陈小小倒是无所谓地笑了笑, 我们的爷爷是亲兄弟, 这长得有点像也正常, 没想到这陈小小的心理素质这么强, 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这么镇定自若, 那倒也是, 我笑着附和, 吃完饭, 陈小小和小超在沙发上看电视, 何荣在厨房洗碗, 这模样, 倒是真的一点都没把自己当外人, 我从房间拿出今天特地买的超人玩具送给小超, 他看到高兴极了, 抱着玩具爱不释手, 我乘机摸了摸他的头, 拿到想要的东西后起身回房, 这一家子现在我眼不见为净, 陈琳的头发在枕头上就有, 我把两根头发装进袋子小心放好, 我现在就坐等着这鱼儿上钩了, 果然没过几天, 陈琳开始安耐不住了, 这天, 他特地订了餐厅说要带我去约会, 久违的烛光晚餐, 浪漫的氛围可惜了人不对, 他满眼爱意地看着我, 摇摇, 你今天真美, 我低头看了眼身上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 无声地笑了笑, 就算我今天穿着一件破烂的衣服, 他也一样会这样说吧, 我们多久没有出来约会了, 好怀念以前我们刚交往的时候, 以后我们每个星期都出来约会一次, 好不好, 看着他那张油腻的脸, 我暗骂自己以前真的是眼瞎, 不然怎么会看上他呢, 真的吗, 我还以为你现在已经不喜欢我了呢, 我配合着他, 装出委屈又开心的样子, 沉淋唇角勾起个自信的笑, 摇摇头, 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他说这话的时候, 服务员刚好过来上菜, 我明显听到他拿盘子的手一下不稳, 发出了一丝声响, 看吧, 就连服务员都觉得这话恶心了, 尽管心里反胃的不行, 但我还是努力配合他的表演, 我也爱你, 那你帮我切牛排好不好, 我拼命夹着嗓子, 像个恋爱脑一样对他撒娇, 服务员听不下去了, 放下东西后那句您好, 您的餐已经全部上齐了都不说了, 直接扭头就跑, 陈琳切一块, 我吃一块, 然后他会深情地看我吃完, 再切第二块, 在他的服务下, 我吃得还行, 看我吃饱了, 他终于要进入今晚的主题了, 摇摇, 房子的事, 他看着我欲言又止, 希望我能接下他的话, 我假装惊讶地嗷了一声, 抱歉地看他, 对不起, 我忘记跟你说了, 陈琳摇摇头, 没事, 现在说也不迟, 是这样的, 我上次不是说了不要那房子吗, 然后我爸就把房子给卖了, 什么, 一听房子卖了, 陈琳一下子没控制音量, 引来了其他桌的注视, 他假装倾咳一声, 那现在房子的钱呢, 我刚要跟你说呢, 我爸说了, 等我们结婚后, 他就拿出三百万给我们自己买房, 那, 那你答应了吗, 陈琳的声音有些颤抖, 应该是激动造成的, 嗯, 你不是要换这里的户口吗, 所以这次我没有拒绝, 你会不会生气, 我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他嘴角上扬, 眉眼的笑意在脸上慢慢样开, 看着就像中了大奖一样, 我怎么会生气呢, 房子本来就是我来准备的, 这次如果不是我户口的问题, 我也不会让你接受这么大的一笔钱, 他伸出双手, 拉住我的手, 深情地跟我告白, 我爱你, 瑶瑶, 我感动得眼尾泛红, 回复他的告白, 嗯, 我也爱你, 这在外人看来寒情默默地对视, 在我心里却已经不知道吐了几回了, 恶心死我了, 陈琳的动作很快, 我刚跟他说完那三百万, 几天后, 他就拿着房子的合同告诉我, 他买了一套房子, 首付八十万, 他已经付过了, 其他的分期一年付款就行, 看着他那高兴的嘴脸, 我就忍不住想要打击一下他, 阿琳, 房子写的谁的名字啊, 被我这样一问, 他直接愣住了, 似乎从来就没想过我会为这个问题一样, 几秒后, 他拉过我的手, 又开始准备给我画饼, 对不起瑶瑶, 我急着签户口, 就忘记把你名字给写上了, 你放心, 等我们结婚后, 我就把你的名字写上去, 我低头假装伤心, 难难道, 可是, 我爸一听, 急了, 瑶瑶, 我这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着想, 你看结婚以后,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怕我不相信, 他特地又装出那深情的目光看着我, 对吧? 我想了一会, 脸上扬起个天真的笑容, 嗯, 结婚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就是我的, 陈琳抱住我, 语气带着几分胜利者的意味, 对, 我就知道瑶瑶最懂事了, 以后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 当然, 我一定会幸福的, 至于你, 你不配, 鉴于我最近恋爱脑的表现, 他们已经认定可以完全掌控我了, 陈晓晓来我家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我基本每隔一天就能看到她的身影, 她对我的态度一直都不怎么好, 我也不在意, 反正她也就只能得意这一个多月了, 我前段时间委托别人帮忙调查的事, 也有了结果, 看着对方发来的结果, 饶氏早就猜到真相的, 我还是忍不住骂了一句, 这对肩夫淫妇, 陈琳跟陈晓晓, 虽然已经有了夫妻之时, 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但是两人确实没有登记, 也没有白酒, 因为杨陈晓晓之前的老公, 是他们隔壁镇的人, 只不过他几年前出意外, 变成了植物人, 陈晓晓不想守活寡, 更不想下半辈子都照顾这样一个人, 就丢下他离开了, 他们不结婚的原因, 是因为陈晓晓现在还没有离婚, 而陈晓晓也不姓陈, 他本名叫杨晓晓, 他跟陈琳根本就不是什么堂兄妹, 恶心, 实在是太恶心了, 这两人还真的是绝配, 我不成全他们, 都觉得对不起他们的那轰轰烈烈的爱情, 婚礼倒计时一个月, 陈琳意外地遵守约定, 今天, 是我们约定每个星期约会一次的日子, 他准备带我去游乐场玩, 只不过他带的人应该不仅仅只有我吧, 他表面上虽然是陪我, 但是他不过是在旁边看着我玩而已, 而且有几次我玩玩游戏出来后, 都找不到他的身影, 每次他都是消失二十分钟左右就回来, 每次的借口也都不一样, 有上厕所, 有去给我买好吃的, 或者看到有人需要帮忙, 他这完全已经是把我当成一个三岁的小孩来骗了, 吃中午饭的时候, 我爸打电话来了, 爸, 嗯, 我们不办婚礼了, 你说舅舅要从国外回来参加我的婚礼, 可是那都是以前开玩笑的,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能收, 别说了, 爸, 我们不会办婚礼的, 看见我挂电话后情绪不怎么好, 陈琳关心地问我, 姚姚, 怎么了吗? 我拉耸着眼皮, 委屈地看着陈琳, 我爸想让我们办婚礼, 说是我舅舅要回国参加婚礼, 还给我准备了一家甜品店, 要送给我当新婚礼物, 想要一家甜品店, 不过是我小时候随口说的, 我没想到舅舅居然当真了, 可是我们已经说好了, 不办婚礼了呀, 怎么办? 阿琳, 陈琳一听, 我的新婚礼物是一家甜品店, 眼睛瞬间亮了, 但她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反而是贴心地安慰我, 摇摇, 要不我们还是办婚礼吧, 你舅舅这么大年纪了, 特地回国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们不能让她失望, 可是我看着陈琳欲言又止, 放心, 酒店方面我来解决, 除了酒店, 还有婚纱照和戒指呢, 我的声音越说越小, 但足以让陈琳听到, 这次她沉默了几秒, 看来她手里的钱应该见底了, 没事, 等会我们就去买戒指, 明天你请个假, 我们去把婚纱照拍了, 我加点钱让他们赶赶, 应该能在婚礼前拿到照片, 果然, 在一间甜品店面前, 花个十几万, 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感动的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 伸手抱住她的脖子, 阿琳, 你对我真的太好了, 我觉得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吃完饭, 陈琳马上带我回市区最大的商场买戒指, 以前我还会心疼的, 赚钱不容易, 可是我现在不会了, 她想让我买黄金的, 我偏不, 我选了个一万八的钻戒, 这东西只要一卖出就不值钱了, 不像黄金, 就算回收也是按市场价回收, 而且还有升值的空间, 我当然不会这么傻选黄金, 阿琳,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戒指, 我眨巴着无辜的眼睛撒娇, 她深吸一口气, 咬咬牙, 买, 我终于体会到了女人花钱的乐趣, 特别是还不是花自己的钱, 爽, 接着我提出去选婚纱, 她看着这高档的店面, 久久不肯进去, 阿琳, 我不买婚纱, 我们只要租一件就行, 这样能省点钱, 看见我这么体贴, 她终于放下了心力的防备, 走了进去, 我的婚纱和她的礼服一共花了五千块, 看着陈琳去付账的背影, 我心里不禁后悔, 看着装修格局, 还以为会有什么高档货, 没想到空有其表, 失策呀, 一个下午, 陈琳就花了不止小两万了, 她此时脸上的笑意明显有些牵强, 看得我心里很是开心, 晚上的时候, 杨小小又带着小超来蹭饭, 不过她今天似乎不怎么开心, 眼中的不满, 都快要藏不住了, 她的脸色会这么难看, 除了今天中午, 陈琳丢下他们跑了, 更多是因为陈琳为了跟我结婚, 已经花了八十多万了吧, 本来以为她是个高端猎手, 没想到一涉及到金钱方面, 她就开始忍不住了, 狗咬狗什么的最好看了, 陈琳为了能分到更多的钱, 还真的是下足了血本, 就连酒店都订了五星级的, 一桌就要六千块, 十桌也就是六万吧, 拍婚纱照花了一万多, 这家在一起已经够她瘦的, 眼看婚礼的时间越来越近, 杨晓晓的脸也是越来越臭, 我甚至好几次看到她在小区里打骂小超, 这要是被何荣看到了, 估计得心疼死吧, 婚礼倒计时一天, 我的心情开始有点紧张, 明天本该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可现在我要把它变成陈琳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刻, 我明天将会穿上婚纱, 从家里出嫁, 虽然是假的, 但是作戏也要做足, 家里里里外外, 都贴着喜庆的红色的喜字, 第二天, 陈琳一早就来接我了, 因为新房还没有装修, 所以我们就省去了回家的环节, 直接去酒店, 车上陈琳一直安抚我, 不要紧张, 紧张的哪里是我, 明明是她才对, 来到酒店, 看着外面挂着我跟她满脸幸福的海报, 我忍不住扯起一个冷笑, 进去吧, 陈琳牵起我的手, 走进了休息室, 摇摇, 爸妈那边的亲戚怎么还没到, 是不是路上耽误了, 眼看还有半个小时, 婚礼就要开始了, 陈琳脸上闪过一丝不安, 我笑着安抚她, 放心, 他们会准时到的, 如果真的是我结婚的话, 婚礼开始倒计时五分钟, 何荣焦急地过来质问我, 我爸妈这边的亲戚 怎么一个都还没到, 我只是淡淡地笑着, 让她放心, 婚礼开始, 我穿着洁白的婚纱, 一个人缓缓进场, 灯光全部打在我身上, 我对陈琳那六桌亲朋好友微微一笑, 大手一挥, 请看大屏幕, 咔哒, 全场灯光熄灭, 投屏的幕布上, 此刻放着原生版的激昂片段, 有些年纪大的人, 看到视频里光秃秃的两条身影, 吓得捂住眼睛发出呀的一声, 陈琳看到视频里的自己后, 疯了似的, 让人赶快把视频关了, 可是根本没有人理他, 在场的人有捂住眼睛偷偷看的, 有光明正大的看的, 有的就算不看, 光听那声音, 也知道上面在放着些什么, 陈琳虽然关了头屏, 但其实精彩的部分, 他们都已经看完了, 他眼神阴冷地死死看着我, 咬牙切齿, 许之谣,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扯下头纱, 脱下婚纱, 轻蔑地笑道, 什么意思, 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我不结婚了, 我一字一顿, 郑重有力地说道, 何荣早舅舅已经气疯了, 他走过来, 想抓住我的手, 被我给躲开了, 你这恶毒的女人, 谁让你这样害我儿子的, 你就是想骗婚, 我告诉你, 今天这婚你不结也得结, 周围的人都不敢说话, 毕竟这谁对谁错, 他们心里早就已经有了答案, 也不知道是谁报了警, 警察出现后, 何荣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自己儿子被骗婚了, 我就静静地看着他们表演, 反正真相不会因为你是老人, 就颠倒黑白, 警察把我和陈林, 还有何荣都带回了警局, 警察局里, 我把自己手里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了警察, 看见那张亲子鉴定, 陈林的脸上一片死灰, 要说骗婚, 我才比较像是那个受害者吧, 看这条路走不通, 陈林想, 至少还想要挽回一点损失, 提出让我赔偿他买房子买戒指, 还有酒席的钱, 我拿出手机, 放了几段录音, 这些东西, 从来都不是我要求一定要有的, 是陈林他自己贪心想要更多, 自己提出来的而已, 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看见我准备了这么多的证据, 陈林气得手都发抖了, 许之遥, 你, 你, 他拟了半天, 硬是你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场游戏最终的胜利者是我, 陈林因为视频的风波, 被公司解雇了, 而他心心念念的城市户口, 也因为供不起房子, 最后房子被拍卖, 没有了希望, 至于杨小小, 除了婚礼当天,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也许是换了另一个猎物吧, 经过这次以后, 婚姻在我的生命里, 再也不是一件值得提上行程的事, 现在的我很好, 工作也开始慢慢走上轨道, 父母身体健康, 我的未来也会越来越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我妻子介绍认识了她的闺蜜, 我送给了她一件内衣, 是她闺蜜曾经穿过的, 在过去的三年里, 我和妻子的闺蜜保持了三年的亲密关系, 而妻子却从未察觉到, 在这几年里, 我送给妻子的礼物几乎全部都是她闺蜜用过的, 甚至在妻子生产的那一天, 我还偷偷抽空去陪她的闺蜜, 和她闺蜜吃饱后, 我再偷偷溜回医院陪妻子生产, 在妻子和亲友眼里, 我就是一个好丈夫, 和妻子罗美认识那年, 我二十八岁, 罗美二十三岁, 当时她刚大学毕业不久, 硬听到我们公司上班, 因为是新人的缘故, 在实习期间, 她过得并不是很顺, 因为老员工总喜欢欺负她这个新人, 他们什么养活累活都推给她, 因为是新人, 她敢怒不敢言, 而是默默替她们做这些一切, 不仅如此, 大家每天的午饭均由她负责, 看着她跑上跑下, 替大家做事, 我突然有种想保护她的冲动, 但因为我是从农村走过来, 加上我们俩不管是年龄还是学历, 都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在她面前, 我感到很自卑, 自然就不敢轻易靠近她, 每次看到同事欺负她时, 我就感到特别气愤, 我想替她出头, 可却被罗美阻止了, 她说她只想融入到这个大家庭, 不想因此惹得同事不高兴, 看着性格懦弱罗美, 突然觉得有些心酸, 在她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当时是多么的无奈和无助, 此时此刻, 我突然很理解她的心情, 因为我曾经历过, 所以能感同身受, 在一次次的接触中我慢慢喜欢上了罗美, 在好朋友的鼓励下, 我鼓起勇气追求罗美, 这时我才知道, 原来罗美对我也有好感, 所以追她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和罗美恋爱后不久, 为了省房租, 于是在我们俩商量后决定退掉罗美所租住的那套房子, 然后让她搬过来和我同住, 一开始罗美有些犹豫, 但最后在我的威逼利诱下, 她不得不做出妥协, 搬过来和我同住,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同居生活, 费用两人平摊, 恋爱期间, 罗美百分之百信任我, 她不仅带我见她的朋友和同学, 和我在一起半年后, 更是主动带我回去叫她父母, 她说这辈子她认定我了, 看着身边的朋友出来创业后, 都有不错的成绩, 我突然有些不甘心, 我也想自己出来创业, 因为我觉得给人打工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我想趁自己还年轻出去打拼, 移下自己的事业, 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罗美时, 一开始她不同意我辞职, 奈何我好说歹说, 最后罗美不得不同意我的决定, 可此时的我存款只有几千块钱, 可以说创业资金我基本没有, 无奈罗美只好厚着脸皮跟她父母和同学借钱, 好不容易凑够十万块钱, 我开始了自己创业之路, 我决定开一家小吃店, 卖一些家乡的小吃, 罗美当即表示赞同, 从观察人流量, 到看店铺, 再到选址, 以及逛批发市场等等, 我都是亲自亲为, 当然, 罗美有空时也会帮我做这些, 一个月后我们选好了店铺, 并开始着手做, 简单地装修, 然后再正式营业, 一开始因为我们店里的生意并不好, 有时候一天有几个顾客进店吃东西, 有时候一整天都没一个人进店吃东西, 那段时间我的情绪很低落, 我总担心自己会撑不下, 可每每这个时候罗美总会出现, 给我加油打气, 一连好几个月, 我们店里一直亏钱, 我连房租都交不起, 罗美不但不嫌弃我, 她反而一直在鼓励我, 安慰我, 那段时间, 店铺的房租都是罗美替我交的, 而且我们俩生活费也是她负责的, 为了替我分担, 罗美晚上下班后就出去做兼职, 在KTV卖酒水, 给人派传单, 以及去做家政工作等等, 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是, 罗美从小娇生惯养, 她父母都舍不得让她干家务活, 可为了我她愿意放下身段, 去做她从未做过的事情, 我打从心里感激她, 看到她为我所付出的一切, 我对天发誓, 这辈子我非她不娶, 余生, 我一定不会辜负她, 我一定会好好爱她, 善待她, 不久后, 罗美意外怀孕, 她很想把孩子留下, 可是我们当时的情况, 是不允许我们要孩子的, 不是因为我不爱孩子, 而是因为当时我们连自己快养不活了, 我们根本就没能力养活孩子, 为了不让孩子一出生就和我们过这种倾庭的生活, 最后我们忍痛把孩子拿掉了, 做完手术后, 罗美整整哭了一夜, 失去孩子后, 我自己很不是滋味, 但我不得不故作坚强, 然后柔声安慰罗美, 十年后, 通过我和罗美的努力, 我们家的当初的那个小吃店早已变成了大饭店, 而且我们还有五家分店, 从无到有, 可以说我和罗美是白手起家的患难夫妻, 在众人眼里, 我们夫妻不仅恩爱, 而且还很多金, 但让我和罗美感到遗憾的是, 我们结婚近十年, 却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孩子, 我想也许是当年罗美做人留手术后, 因为伤心过度, 加上没有休息好, 所以导致她的体质越来越差, 虽然我们想过很多方法, 也付出了不少钱财, 可罗美的肚子就是不见有动静, 我心里虽然有些难过, 但想起十年前罗美为我所付出的一切, 我心里就舒坦多了, 罗美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伙伴, 名字叫做丽娜, 丽娜和罗美同龄, 但她看起来却比罗美年轻很多, 丽娜虽然离了婚, 但她的心情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该吃吃该喝喝, 日子过得潇洒而充实, 几年前, 有一天丽娜找到罗美, 说自己家的厨房漏水, 所以, 她恳请罗马收留她几天, 罗美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丽娜搬过来住以后, 我觉得很不方便, 毕竟从恋爱到结婚后, 家里很少会有人过来借助, 我们家里基本就是我们夫妻俩, 我们早已过惯了二人世界, 丽娜住进来后, 她从没把自己当成是外人, 她在我们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毫不避讳, 不知丽娜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她明知我在家, 洗澡出来后, 故意穿比较性感的睡裙, 丽娜本来身材就好, 她这么穿, 更显得她玲珑婀娜的身姿, 一开始, 我并没有往心里去, 可丽娜经常这样, 而且, 她还趁罗美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约我去酒吧买醉, 一来二去, 很快我就沦陷在丽娜的温柔箱里, 难以自拔, 自从跟丽娜在一起后, 我就越发讨厌罗美, 因为调理身体后发福的身材, 我越来越抗拒靠近她, 但为了不引起罗美的怀疑, 我还是硬着头皮, 每个星期碰她一次, 每次过完夫妻生活后, 我就会把自己的身体学了一遍又一遍, 关于要孩子的事情, 我也不像以前那样, 极力配合罗美了, 因为丽娜答应替我生儿子, 所以罗美又没有孩子, 又何妨, 不得不承认罗美是一个适合过日子的女人, 而丽娜呢, 也有些爱慕虚荣, 可她遇人之术, 不得不让我屈服, 我越来越离不开丽娜, 最后我们决定把她家当成我们俩优惠的地方, 每次谈成生意, 或者是过年过节, 丽娜总要求我给她买着买那, 可很多衣服和包包, 以及一些首饰, 即便是名牌, 可丽娜很多时候只穿戴一两次就不肯要了, 扔掉又觉得浪费, 于是她便给我出主意, 每次她淘汰不要的东西, 就让我带回家送给罗美, 就连她穿过的内衣, 因为我经常送礼物给罗美, 所以她从未怀疑过我, 她认为是我爱她的表现, 殊不知我只是不想浪费钱而已, 就这样过了五年, 我和丽娜的感情越来越好, 我们开始策划离婚, 为了让罗美不能分走财产, 在丽娜的提议下, 我开始偷偷转移财产, 也许是因为太过于信任我, 罗美一直没有察觉到, 她也从未查过账单, 这也是我为何能轻而易举转移财产, 就在我们觉得快大功告成的时候, 罗美却在这个时候怀孕了, 想起这么多年来她为我所付出的代价, 我心一软, 决定给她留下这个孩子, 算是给她补偿吧, 丽娜知道罗美怀孕后, 气不打一处来, 她把我看得很紧, 还跟我约定, 以后不能对罗美和我的孩子好, 不能把我的家产留给他们等等, 我怕丽娜闹, 更怕罗美知道, 于是便硬着头皮, 答应了丽娜的这一请求, 每个月我都陪罗美去做产检, 做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丈夫, 不明就里的亲友都觉得我就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大家都羡慕罗美找了一个好男人, 我听到都想笑, 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了几个月, 那天罗美突然羊水破了, 我急忙把她送去医院带产, 可就在罗美被推进产房的时候, 我却突然接到了丽娜的电话, 她说自己生病了, 她想我能过去陪伴她, 当我把现实情况如实告诉她的时候, 她却不依不饶, 说如果我不过去找她的话, 她就来医院把我们俩的事告诉罗美, 我一听吓坏了, 我立马开车去了丽娜家, 丽娜一看到我就立马扑在我怀里, 缠着我, 我和她趁罗美在产房时偷偷鬼, 混在一起, 那天丽娜像是故意的, 她精力充沛, 缠着我药, 了一次又一次, 直到医院给我打来电话后, 她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放我离开, 等我回到医院的时候, 罗美已经平安生下了一个女孩, 我抱着孩子, 激动地留下了幸福的感情, 罗美抱怨我不在乎她, 我拼命解释店里有急事处理, 所以才离开医院的, 罗美半信半疑, 但因为她没证据证明我做错事, 加上她很爱我的缘故, 最后她还是妥协了, 自从有了女儿后, 加上罗美生产那天, 丽娜明知道罗美为了我在闯鬼门关, 可她却故意把我叫走, 说实话, 她真的很狠, 根本就不像平时她柔柔弱弱的样子, 想到这, 我突然后脊发凉, 要知道她可是丽娜从小玩到大的玩伴兼闺蜜呢? 她对自己的好朋友都能这样, 要是哪天我惹怒她后, 我都不知道她会对我怎样, 我是怎么死在她手里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开始有意疏远丽娜, 因为我想回归自己的家庭, 可丽娜并没有就此放过我, 看到我冷落她后, 她二话不说, 舅舅只把我和她的亲密合影发给了罗美, 要知道罗美此时正在坐月子呢? 可丽娜根本就不在乎她的身体情况和感受, 看到相片的那一刻, 罗美不哭不闹,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她就当着我的面, 把我和丽娜的亲密合影全部点燃, 然后一个人静止回了房间, 我在门外一直道歉, 可罗美似乎没听到一样, 我心急如焚。 一个小时后, 罗美还是没有把房门打开, 我顿时慌了, 那天晚上, 我在房间外坐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罗美就起来了, 随后她把女儿送去朋友家, 让朋友带为照顾, 随后罗美把我带去了一个地方, 去到后我才知道那是我和她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在那里, 罗美回忆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 她说, 一直都坚信她没选错人, 可到最后她却活得像个小丑一样, 其实她早就知道我和丽娜之间的事情, 但为了家庭不破裂, 她一忍再忍, 她相信终有一天我会浪子回头, 可让她觉得恶心的是, 我居然会送她一件丽娜穿过的内衣, 丽娜戴过的项链和手链, 罗美直言, 她见过我爱过她的样子, 同时也见识了我不爱她的样子, 她知道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所以她决定和我离婚, 随后罗美把我私自转移国内财产的证据, 以及我出轨的证据扔在我面前, 然后扬长而去, 思前想厚后, 我决定去找丽娜商量对策, 因为我和她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 谁都逃不掉, 谁知我去到丽娜家时, 竟意外发现她早已卖了她的那套房子, 只是她卖房后还一直租住在那里, 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我试图联系丽娜, 可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找到丽娜的下落, 她仿佛人间蒸发一样, 没有谁知道她的下落, 这时我才意识到不对劲, 可为时已晚, 因为在我和她在一起的这五年时间里, 为了哄她开心, 我曾以她的名义买了一套公寓给她住, 房产证上是她的名字, 当时丽娜说, 为了房职以后罗美找她麻烦, 她提议让我写下一张借条, 意思是我和她借了八十万, 我分三年内还清她的本金和利息, 我细算了一下, 那套公寓加上我平时给她花的钱, 以及送她的礼物, 前前后后我为她一共花了一百多万, 原以为自己做事聪明谨慎, 却没想到自己反而是聪明反辈聪明物, 我才是那个最纯最傻的那个人, 很快我就和罗美离婚了, 因为婚前出轨, 我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 财产大部分归罗美和女儿, 而且女儿的抚养权在罗美那里, 离婚后, 我想见女儿, 罗美却死活不让我见女儿, 她的理由竟是, 我不配做孩子的父亲, 我听了后, 既难过又无奈, 自从离婚后, 我店里的生意也受到了创伤, 每月我基本上都是亏损的, 我坚持熬了半年, 可却没有任何起色, 生意黄了, 我整个人都感到很疲惫, 最后不得不关掉走人, 为此我亏了三十万, 父母知道离婚是因为我对婚姻不忠, 所以才导致离婚的, 他们对我的态度很是冷漠, 就像我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似的, 母亲扬言, 如果我不把罗美找回来, 以后我也不用回家了, 因为他们觉得我愧对罗美和孩子, 此时此刻的我, 才明白自己心里到底想要什么, 我失去的又是什么, 我顿时觉得毛色顿开, 可为时已晚,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